本来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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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业 咱们真的要去追那个 跑掉的那个汉子 我先生没事了 我找他干什么 我是担心昨天晚上下了半宿的雨 是不是 咱藏了东西有没有事 不可能有事 那种动作 雨雪根本下不透 你说话之前 想想 想想再说 我担心那天上飘的雨吗 我是担心那地上流的水 万一到时候涨了水 咱哥几个不知道 那还玩个屁呀 走 有道理 崇爷 你说那娘们什么来历啊 值得让三爷这么大动干戈吗 刚说你聪明 他是担心那女的吗 他是担心前两天 不是死了几个东洋人吗 咱三爷早就怂了 爷 我 雨停 有动静 好 好像有利物上钩了 走 走 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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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个人 可能听见我们说的话了 必须让他闭嘴 大哥 那怎么办 你们俩 跳下去 创业 这儿好像已经出了咱们地界了 我该还是别惹他了 是啊 大哥 咱别惹麻烦了 都是怂货 这人要是活着 我们可能都得死 崇业 你想太多了 他一个人一张嘴 怎么可能传到三爷耳朵里呢 只要咱们兄弟不说 就不怕走了风筝 是啊 是啊 走吧 太子 找我什么事 说吧 这几场仗打下来 你是怎么想的 老烈王曾经说过 早年青田县闹长矛的时候 县里的大户曾经组织过队伍 经过简单训练也能够打仗 但是毕竟对付长矛 跟对付鬼子是完全不同的 咱们要面对的日本鬼子 是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的 孔梅曾经说过 日本鬼子的训练非常严格 而且他们的武器非常先进 又是机枪 又是炮 你跟他们交过几次手 他们有多厉害你是知道的 黑子 我想告诉你的是 我们绝对不能再像之前那样 直接下山找日本鬼子会起来 我们应该做的是 背靠着青龙山 引鬼子进到山里来 然后呢 用我们围猎的方式 一点一点把他们吃掉 等到时机成熟 我们力量重大了 一鼓作气 下山找日本鬼子算组账 顺子 你睁大眼睛看看 这是我们的青龙山 我不说你应该明白 我们祖祖辈辈 都生活在这青龙山里边 日本鬼子杀了我们几十口 这笔账怎么算 黑子 你先别激动 你别说 你能不能让我先说 你说得已经很明白了 你想当时机成熟吗 那是你的事 现在我告诉你我的想法 五条寨几十个兄弟在天上看着我 我等不了 这仇必须报 报仇 我也想报仇啊 所以我才跟你说不能瞒干 我没有瞒干 顺子 你好好想想 为什么这些仗打下来 我们死那么多凶 为什么鬼子比我们强 因为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先进 要想打赢这成仗 至少我们得有差不多的家伙吧 你说的这个道理我都知道 听你这么说 你已经有具体的想法了 对 我要找土匪摇三借枪 你在开玩笑呢 我黑子从来不开玩笑 等等 等一等 让我好好想想 顺子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现在是猎王 是拿主意的人 大伙可都看着你 不是 黑子 这种破坏规矩的事 至少跟老人家好好商量商量吧 刚走了一个外来的娘们孔梅 现在你又搬出这些老头子来 好啊 那你商量吧 狹子 狹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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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好 来 出去啊 嗯 三爷 那个情况呢 就是这么个情况 嗯 就这些了 都已经说完了 嗯 抱 三爷 外面有个猎户 打扮得跟耍戏的一样 点名要见您 拦都拦不住 你 混蛋啊你 一个猎户都拦不住啊 把他护走 干什么去 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来 来 来 这 三爷 在下虎跳寨的黑子 打扰了 哦 原来是黑子兄弟啊 久仰大名 只是无言相见 来 看座 不必了 三爷 黑子这次来 给您带了份薄礼 哎呀 兄弟啊 这么客气 我们同在青庐山几十年 但从来没有走动过呀 兄弟 今天来 有何贵干啊 我有件小事 想请三爷帮忙 但说无妨 只要我一三能办到的 一定帮兄弟办到 我想向三爷借 二十支长枪 二十支 二十支 是你没说清楚啊 还是我没听清楚啊 老板兄弟再说一遍 三爷 黑子这次来 想向三爷借二十支长枪 哎呀 兄弟啊 你这真是为难哥哥了呀 我也不多说了 黑子兄弟 请回吧 早就听说三爷为人仗义 不知有什么难处啊 哎呀 我这么跟你说吧 这枪 是我们土匪吃饭的家伙 就跟你们身上这弓箭一样 我听说你们身上的这些东西 别说是借给外人了 就是亲戚朋友都是专人专用对吧 不错 这就是了呀 兄弟啊 这虎跳债的事 我也有所耳闻哪 只是我们素尾谋面不好前去调研 我知道 你跟哥哥借枪 不是为了跟我夺赢上争地盘 而是为了打小鬼子爆血海深仇 可如今是东阳人的天下呀 我们当土匪也就为了换口饭吃 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三爷这么说 是怕了这帮小鬼子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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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敢胡说 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黑子 不管你怎么说 今天这枪我是不会见的 请便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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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这么忙啊 从你大早忙活到现在了吧 别提了 孤奶奶 你是贵人 不明白咱这营生 这年头土匪也不好干哪 土匪还不好干呀 那土匪不就是绑架勒索 杀人越货吗 孤奶奶 您可别这么说 您说的那都是大土匪 像我们这种小角色 顶多就是设个路卡 搶点钱财 哪敢伤人性命 就说咱这寨子吧 见了血脏了手的 怕是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呀 别说杀人了 就是见了血都会晕 你少骗我了 那昨天早上不还杀了一个吗 拿板车拉走的 吓死我了 孤奶奶 既然你已经啊 答应交赎金了 我就不怕跟您说实话了 这是寨子里啊 常用的一种手段 弄个假尸首 吓唬人的 以前这招老实 还挺好用的 您说我们这做土匪的 逃过生计容易吗 原来是这样啊 小兄弟 这两天我们家就会来人 回头单独给你准备一番大礼 我怎么说 我这一大早左眼皮老实跳呢 您真是贵人啊 谢谢您了 别开枪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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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开枪 你 孩子 来 来 热包子嘞 刚出锅的包子 热包子嘞 热包子嘞 刚出锅的包子 热包子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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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 下次再来 好 热包子嘞 热包子嘞 醒醒好 醒醒好 走走走 帮帮忙吧 快 快走啊 走啊 给印象我做生意 快走 热包子嘞 来 开车 你怎么进来了 赶紧出去 出去出去 快快快 我进 等一下 你去厨房拿袋吃的给他 您是掌柜的吧 正是 请问你有什么指教啊 咱们这儿有山货嘛 都是当季的新货 我就是来问问行情的 请问你都有什么货 要什么要什么 骑星剑特别多 好 请你随我来 来 老权同志 我是李国报 好 请坐 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是这样 这两天 有没有一位姓孔的小姐来找过你 姓孔的 没有啊 你肯定没有吗 肯定没有 你这里有几个人 就我自己 能往外送东西吗 不行 只能等上级来取 那 怎么往外发送情报啊 老办法 贴告示 那这样吧 你先贴个告示 我过两天再来找你 好 告示的内容呢 你就说 有东西落在青龙山了 哦 好 那我告辞了 你要注意安全 不要送了 给点吃的 给点吃的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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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比如说 哪里 走 好 好 张婶 翠岚 忙着呢 这不孔梅刚走吗 我把她穿过的衣服 都洗一洗 洗了好 我都洗了 好好 这丫头 你还真跑到13那儿 去借枪了 好 结果呢 没借到 我说黑子你真的是 我来是有重要的事 跟你讲的 我在13那儿 看见孔梅了 估计是被13给扣下了 你说孔梅 被13给扣下了 我 那李国邦呢 没看见 孔梅怎么会在那儿 孔梅在哪儿啊 黑子 黑子 这么巧啊 巧什么巧啊 我都追了你半天了 你看 你有事啊 有 孔梅是不是给土匪抓走了 是 顺子是不是要去救她 是 是不是你告诉顺子的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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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告诉她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就是不想让我跟她结婚 是不是 孔梅不是青龙山的人 她走就走了吧 那顺子还能管她一辈子吗 翠岚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这个意思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三年守孝季一结束 我就会嫁给顺子 真是规矩 谁也拦不住 猎王也要去 那如果当初我是猎王呢 没有如果 没有当初 顺子就是猎王 孔梁你真漂亮 你长大了 我长大了要娶你 我长大要嫁给猎王的 要嫁给大英雄 长大我要当大英雄 我要当猎王 我看了我 我埃兰蒙 你说得对 她才是猎王 这个青龙山 只有猎王才陪他上你 不是 黑子 其实 其实你挺优秀的 你这个人挺好的 你没必要用猎王来证明自己 对吧 我没有要证明自己 齐兰 我是个从小被狼养大的野孩子 现在有你们这些好朋友 我已经很知足了 我 我 我 顺个罗 哥 这么晚了 不行 明天再去吧 翠兰知道的话 又要折腾我们了 可不是吗 夜长梦多 这事不解决 我睡不踏实 下水头 来 驾 驾 哪儿去要这么晚 是谁啊 她是找姚三儿呢 喝酒去了 对 对 喝酒去了 赤兰姐 你 真吓烦了 这么晚了你不回去睡觉 你 别理我 别理我 你屋跟这儿呢 翠兰 翠兰姐 翠兰 我说你这么晚了 你不睡觉 你 找剪子 翠兰 翠兰 你别闹了 兔子 翠兰姐 你别生气啊 那个顺子哥走出前说 他回来 第一个来找你 第一个找你 你们 你们都不帮着我 好 行 你们都不帮着我 走着跳 走着跳 室斗 咱俩又有活干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你们第一次联络吗 是的 自从您把我安排在皇家老殿 今天是头一次 有人联系我 这里 会不会有诈 应该不会 我都是按照您教我的方法 去对付他们的 他叫李国邦 我觉得这个人 就是您要找的那个人 不 这个男人只是个诱饵 我要通过他 挖出那个女人 他到底要你做什么 他让我贴告示 联系上级 我想他可能需要增援 他们有什么任务吗 这个他没有说 不过 我觉得这次任务很重要 当然重要 要不然怎么会搭上这么多人命 忠祖 您看 要不要我去套套他 不要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我要放长线 是 你觉得这个男人 会和那个女人一起来吗 应该不会 因为那样做 风险就太大了 很好 你现在已经 完全适应情报工作了 这都是中佐您 殉岛有放 劝嫂 五十年过去了 您是越来越像天皇陛下的臣民了 可是要想让青龙山这里的人们 臣服天皇 我看 至少需要一百年 是的 三十年过去 吴永顺 你 我看 你就是寄押黑子的新烈王吴有顺 你的兄弟黑子让我打发了 我也知道你的来意 可我们吃饭的家伙事 那是绝对不会见的 所以请烈王免开遵口 我想三爷您误会了 我今天来不是来借枪的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是这样的 正巧我有个亲戚被扣在您这 我想请三爷给个面子 让我把人给带回去 你们上他们那边拿人了 没有啊 没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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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有啊 真没有 真没有啊 真没有 真没有啊 真没有啊 不可能啊 没去啊 我没有 看来 绝王是误会了 这坏规矩的事 我们绝对不会带头干的 说到这个规矩吧 我倒是想请教请教烈王 我听我们兄弟说 在我的管辖界内 有你的人设的兔子套 这个事 你总得给我说道说道吧 行 这件事我一定会好好地查清楚 如果我们石门洞真的有人 越界捕猎的话 我一定给三爷您一个交代 交代就不必了 我姚三可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可是说实话呀 我这儿确实没有石门洞的人 怎么 信不过我姚三 不 三爷您的话我当然信得过 不过您可能误会了 我这个亲戚 她并不是青龙山的住户 而是一个过路的客商 而且还是个女的 叫孔梅 是个娘们 这女的吧 倒是有一个 不过她已经答应 让她家里人送钱来了 不知道烈王 三爷 其实不瞒您说 我们这些猎户 都是靠山吃山 平时也没什么积蓄 所以我今天纯粹希望三爷 您能够给我个面子 让我可以把人给带回去 哈哈哈哈 您是在开玩笑吗 你红苦白牙的一句话 就得给你面子 你把这当什么地方了 三爷 这是我们山中猎户的 至尊性猎王刀 我吴永顺 可以在猎王刀前发誓 日后 我石门洞有恩报 任您拆遣 去 给我把那个娘们带上来 是 猎王 人你可以带走 不过啊 黑子可在我这儿坏了规矩 抬上来 哥下 我等了您一个晚上 我跟朋友喝茶去了 我们的特工发现 我们的特工发现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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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猎王 应该有点本事 所以想请您 当着我们弟兄的面 露一首 是啊 露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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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知道三爷您想看什么 这个嘛 这吕凤仙原门射击 我从小就听 不过 我不相信 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就不知道 猎王有没有这种本事了 不过 我这里没有方天话己 只有几个小俗物 那你输定了 是吗 那我这个东西 放哪儿好呢 我相信 觉得这个小核桃放在这儿 一点都不好玩 既体现不了你烈性女子的胆识 也证明不了 新猎王超人的本领 我觉得这个小核桃啊 放在这儿是最佳位置 这样玩起来才更加刺激 这样玩是不是更有意思啊 对 有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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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 来呀 乐小 乐小 我们这个剧一听吧 不足百步 你看你这个距离是不是 很难让众人信服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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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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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好 练好 这才是练好 好 练手 干嘛呀 回来了 来 托子 回来了 我好奇乖乖 来 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是英雄救美了 我们的日子难过喽 你还笑啊你 谁让你去 姚三他们地界下套了 这兔子在什么地儿 不还都是兔子 平沙滑达那儿 就不经咱吃了 你这小兔崽子 改天又再跟你好好算账 好了 赶紧休息 明天去当县城 找找你古邦哥 这下咱寨子的衣服 就要被翠兰姐捡光了 别啰嘞巴缩了 好了 别啰嗦了 赶紧安排孔梅姐 好好休息 好 好 好 来 吃吧 来 吃吧 来 吃吧 叫好了 一会儿来 来 吃吧 来 吃吧 喝一个了 来 来 您尝尝 来 吃吧 来 吃吧 来 吃吧 来 喝一个了 来 喝一个了 来 这个素好 是一块钱 还这口包裂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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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好嘞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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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 站住 古邦哥 快走 祭祖祭山开始 感谢祖先 感谢山神 为我族人带来衣食 我等不忘祖先遗训 我山神恩赐 此番伪劣 绝不碰运兽 幼兽 期望祖先保佑 山神庇护 大牛 这次我都不跟你进山了 你要带好大家 注意安全 放心吧顺子哥 又不是头一回进山了 让大伙等着吃肉和汤吧 好 我送你们到山根 大伙收拾东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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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走 走 走 快 快 古邦哥 可算找到你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城里 顺子哥说的 我们那天回去以后 在整个山上都找了 都没找到你 所以顺子哥 让我进城来 壮壮运气 没想到还真遇见你了 那孔梅姐还在山上吗 前两天 让山那边的土匪给抓了去 被抓了 他没事吧 你放心吧 顺子哥过去 直接把人要了过来 在这青龙山上 谁不给猎王面子 那好 光邦哥 你快跟我回去吧 大伙都等着你呢 我暂时回不去 县城还有一些事情要办 这样帮我办点事 行 把这个 亲手交到你孔梅姐手上 任何人都不能看 顺子哥 这哥也不能吗 不能 他也看不懂 那我先回去了 好 来 等等 把这衣服穿上 我 我不要不要不要 别话 穿上 我不要穿这药犯的衣服 你这事衣服太显眼 要不然 鬼子还会再抓你的 走 沈子哥 沈子哥 小树洞 你怎么穿成这副德性啊 去县城要饭了你 沈子哥 你 沈子哥 我在县城看到国邦哥了 那没叫他回来 我叫了呀 可是 他说还有事 对了 他还给了我一张纸条 说 让我亲手交给孔梅姐姐 纸条 来 给我看看 哦 国王哥说 他说什么 他说 纸条必须 亲手交给孔梅姐姐 不能给任何人看 你呀你 好样的 好样的 他说 他说连我也不能看 不能 不过 不过怎么样 不过国邦哥说了 他说 就算给你看了 你也看不懂 去找孔梅 走 哦 孔梅 国邦这纸条里 写的什么呀 跟鬼话符一样 谁看得懂啊 这是我们用的暗语 以防被敌人 窃取到我们的情报 国邦说 七日之后 有一批日军的军火 会送到青田县 国邦的意思是 我们要抢劫这批军火